暑期党的电影市场终于站起来了不夸张地说 这一切都归功于一部喜剧片独行月球 沈腾果然没有让观众失望 全程笑点不断 而沈腾与玛丽的搭档无疑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 迄今为止该片票房已经破24亿 尽管口碑两级分化严重 但是热度是实打实的 好久没见过观众这样活跃了 只可惜随后上线的港片明日战绩没能把握住形势 作为古天乐赤巨资打造的特效片 各大场面极具视觉冲击力 相比之下剧情就跟不上了 紧破3.5亿的成绩显然没能达到观众的预期值 而眼下又有新片上线 断桥上映首日实时票房冲到榜单第一 三天后斩获1.3亿票房 用大爆来形容也不为过 本以为该片还会是一匹口碑黑马 但是在豆瓣开分仅有6.3分 刚过及格线而已 观众对剧情演员有诸多不满 一星二星插屏一片 那么这部电影到底怎么了 剧情降致 披着犯罪外衣的爱情片 断桥讲述了黄雀市大桥突然垮塌 桥墩中居然有一具被活埋多年的人骨 正是女主文小宇 马思纯氏的父亲 为了追查父亲的死因 文小宇与一个叫做孟超 王俊凯氏的男孩一起寻找线索 一切证据都指向了文小宇的养父朱方正 范伟氏 而他的身后还藏着滔天的阴谋 似乎是为了营造一种高级忧伤的氛围 整部电影带着莫名其妙的滤镜 阴冷 黑暗 有些镜头甚至完全就看不清角色 给人一种强行装插的即视感 但要是剧情在线 那观众也还能忍 毕竟是为了内容去观影 可偏偏剧情十分降致无脑 虽然导演一再强调这不是一部悬疑片 开篇也将凶手确定出来 不过 作为一部犯罪剧情片怎么也得讲究些逻辑 而该片的剧情根本经不起推敲 陌生人叫你跟着他走 女主二话不说的就跟着走了 还把人带回家里 什么地方不能谈话 更可气的是文小宇在得知养父就是杀人凶手 还掌握了确凿证据后 不仅没有选择报警 也没有选择曝光这一切 而是拿着刀亲自去找凶手报仇 就算是没看过电影的观众 这时候大概也会猜出来结果 像女主这样的无脑封批 最后毫无疑问地被养父拿捏 主角团计划彻底凉凉 还以离谱的原因被反杀一个 来了一波强行煽情和牺牲 大可不必 导演李玉发文表示 女主不报警其实也是一种人性的体现 可脱离了现实逻辑 这种人性还具备真实性和弹入感吗 从观众的反响来看 显然是不能接受这种剧情的 另外能明显感受到导演的功力 差点火候 空有一腔热血却拍不出感觉来 好多桥段观众都能猜测出下一秒的走向 剧情无趣 人物扁评 所有的犯罪和人性都不够深刻 朱方正的恶仅仅是利欲薰星 浮于表面 孟超宇文小宇的感情也来得太突兀 吻戏直接把影院里的观众看笑了 说文艺不文艺 说犯罪不犯罪 一整个不伦不类 也难怪差评众多 男女主演技备受质疑 男二范伟一个人挑起大梁 段桥的演员阵容也算是别具一格 男女主就是新生代家中生代 范伟就是妥妥的戏骨担当 老中青三人组合还以为能碰撞出什么别样的火花 最后也只有范伟收获好评 男女主演技备受质疑 先说男主王俊凯 其实他表演的缺陷在电视剧重生之门里就有所体现 台词功底一般 只能采用不适配的配音加持 眼神呆板木讷 角色塑造不够灵动 一度遭到网友吐槽 而新电影里王俊凯没有什么进步可言 但是却巧妙地规避了这些雷点 影片里的他全程说方言 就算是土字不清楚也不再是本人的锅 观众总觉得是自己听不懂罢了 这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台词不行的小声可以学起来了 在有就是影片里 基本找不到几个王俊凯的正面特写镜头 阴暗的滤镜色调加上远景镜头 连他的脸都看不清 就更别提什么为表情 演技缺点观众是没发现 演技高光自然也不记得 头一次见到男主可有可无的电影 女主马思纯好歹是金马影后 演技可是同期女演员里的佼佼者 只可惜新电影里的人物太迷惑 性格优郁偏执还行为迷惑 就比如他看到养父引爆炸弹 极其夸张的尖叫一声 从而曝露身份 眼里仿佛见了鬼一样 给人一种脑干缺失的感觉 有些镜头里还总喜欢 哽着脖子说话 看着别提有多难受了 看来影后这回飙戏用力过猛了 不过该剧也不是一无是处 老戏谷范伟的演技就是最大看点 他饰演的反派朱方正 表面儒雅随和 背地里坏事做镜 骨子里就散发一种阴森感 杀人是冷漠的眼神 看得人后背发凉 而剧方也很懂观众了 前期宣传没少用范围当噱头 但他毕竟只是男二 靠一个人的演技去扛起 整部电影显然是不现实的 表现在出彩也掩盖不了 电影的各大硬伤 看到这部电影口碑被狂对 我开始理解吴京的这段话 在某次采访中他就直言 票房高不意味着自己的水平高 还表示 我们观众对于电影的审美 越来越高 在拿以前陈词烂调的东西 你再去骗观众 那就是自寻死路 不愧还是主演票房第一人 有想法有格局